庞头大鱼之下身穿黑色鱼衣的阿伯 就这样被卡在大石块和住家墙壁之间 无法脱身 景象货报道场不断安抚阿伯的情绪 尽管双手都还能动 但是腰部以下 尤其大腿到膝盖之间都被锯石泥块给压住 景象原本想用绳索拉掉的方式 但效果有限 决定从屋内锯开铁窗 增加救援空间 火光四射铁窗破坏后 景象评估恐怕还是无法将受困民众救出 决定出动机具 直接把墙给拆了 这些意外事件发生在新北市金山地区 下午两点半左右 五十一年次的屋主在住家后方清水沟 没想到挡土墙瞬间崩塌 原本用来维护住家安全的结构 变成困住屋主的凶手 北市到去到去到地上 他跟他做浪平 尽管他没说自己来 没说自己来 没说自己来 还要把他扯掉 没扯掉 好像跌入坑 跌入坑 人还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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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虽然受困民众的意识还相当清楚 但毕竟救人如救货 墙壁拆了还可以重新弃上 宝贵的性命可只有一条 无法重新来过 民事新闻陈崇瀚新北市报道